接下来我们看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里面有时候会考一些实操性的安全考点 书上可能没办法找到原文答案 但是只要是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稍微推想一下 应该都能写出来个一二三条 这个呢 安全方面的安全考点相对来讲是比较贴近生活的 安全风险识别预防 这些都是简单的读一遍就行了 我一读读快乐学员讲记不住 根本就不用记下这个 就是过一遍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我完全可以不讲一下你科夫自己看的 因为考试精力本来就低 或者你自己看本来就能看得懂 我讲一下呢 给你课堂上就增加一点印象了 科夫你一看有点熟悉 你看的时候心理负担更小一点 就这么一点小作用而已 所以说 该慢的时候我会慢 该快的时候我再不快 那什么都一样了 还有什么轻重主次之分呢 是不是 好我们看啊 安全控制重点 影响安全生产的因素 为什么会发生事故啊 人的不安全行为就是违章作业 物的不安全状态就是物品摆放不安全 环境的不完全因素 比如说照明不够灯光不亮是不是 管理的缺陷 这些都容易产生事故 要把好安全生产的六关 安全生产六关 简单了解一下 交错差改预防 交是交底关 错是错识关 查是检查关 改是改进关 预是教育关 防是防护关 安全分析等级评价 这个教材在19年左右改版 改版以后反而改的不好了 过去直接就写成什么特大事故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 一般事故 这个是常考的内容 现在改成什么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损失等级 实际上一级还是对应的特大事故 二级对应的还是重大事故 三级还是对应的较大 四级还是对应的一般事故 你看这个经济损失 伤亡情况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看 在你的公共课管理 包括法规里面都有这样的定义吗 就是特大重大较大 一般事故 是不是 都有这个定义 实际上实际上把它改成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损失了吗 那么他们是根据死亡 重伤 直接经济损失来划分的 你最起码得把较大事故给我基准 什么叫较大事故啊 它是指死亡大一等于三人 小于十人的 或者重伤大一等于十人 小于五十人的 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大一等于一千万 小于五千万的 叫较大事故 那么比较大事故轻的不就是一般事故吗 比较大事故重的不就是重大事故吗 市政事故一般就很少几乎就考不到特大事故了 因为市政事故一般考事故的 尼华芬一般是一个案例题 它案例题毕竟描述 它没办法描述的那么惨淡 它不能说鸡根太大了一下 麦死了五百人在里面 这个事情写出来就很圣人了 是不是 它顶多说发生了什么事故 导致一人轻伤一人重伤 后面清理判断什么事故了 轻描淡写的 所以说技术较大事故 往前往后退一个就足够用了 发生事故以后 发生事故以后 事故报告怎么报告啊 一般事故是报到社区的 就是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这个市建设行政 政管部门会委托 会委托县政府部门 组成调查组来调查事故 叫大事故是报到省建设事管部门 省建设事管部门 会委托市政府部门 组成事故调查组来调查事故 重大事故报到国务院 建设事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事管部门 会委托省政府部门 组成事故调查组来调查事故 那么项目部 对已识别的施工安全风险要进行公告 在现场 大门 及危险区域设安全风险公告牌 什么安全风险公告牌 公告的内容要包括主要安全风险 本施工场地 容易发生火灾 容易发生什么 什么爆炸气 要跟人家讲 是不是 然后可能引发的事故类别 事故后果 管控措施 比如油库方面有个严禁烟火 这么一个标记 是不是 应急措施 拨打119 然后报告方式 是不是 这些生活中都有接触到 像这种内容 是逻辑性很强的 你读一遍应该就有印象了 安全风险公告牌的内容 好 安全风险预防 从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应急措施等方面 指令和实施 那么现场 要经常组织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是谁组织的 注意安全检查 是由项目经理组织的 考试的时候 如果背景描述说 安全经理组织的安全检查 或者安全总监组织的安全检查 这都是错的 安全检查必须要有项目经理组织 然后安全检查完了以后 查出了一些隐患 会有一个隐患整改通知书 那么这个隐患整改通知书上 要明确误定 定整改责任人 定整改措施 定整改完成时间 定整改完成人 定整改验收人 下面安全生产方针 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 往后专职安全员的配备数量问题 你看书本直接翻到427页这里 如果说按照建筑面积来 配备安全数量的话 小于1万平的不少于1人 大一等于1万小于5万平的不少于2人 大一等于5万平的不少于3人 配的是专职安全员不是坚持 我们市政事务里面更喜欢按照合同价配备 第二条重要 诶 市政事务里面更喜欢按照合同价来配备 你看啊 更喜欢考案合同价配备的 小于5000万的至少配备1人 大一等于5000万小于1个G的配备不少于2人 大一等于1个G以上的配备不少于3人 配备的是专职安全员不是坚持 那么专业分包配备至少一名专职安全员 劳务分包现场50人以下干活的至少1人 大一等于50小于200人的至少2人 大一等于200人以上在现场干活的 至少配备3人 且不少于总人数的兴奋住 比如 比如咱们劳务分包现场有700人在干活 请告诉我至少配备多少个专职安全员 告诉我 比如 劳务分包现场有700个人在干活 请你告诉我至少配备多少名专战群 你看 这个700它就属于是200人以上 所以至少配备3人以上 而且不少于总人数千分之五 千分之五乘以700 那不就是3.5吗 所以至少配备多少 4人专战群 就这么来的 你说这个玩意 它有什么 有什么不懂的 没有不懂的 它每一句话都这么直白 就这么这么直白 只是你可能当时记不了那么清楚 你不能完全系列于课堂上去记啊 那除非我这课上500个小时 那你能课堂上都记住了 是不是 课堂上只能告诉你哪些是考点 啊 然后呢 帮助你理解一下 难理解的工艺技术性强的跟你讲一讲 理解一下 你课堂上想把它都记住 那就有一点 那就有一点 过多的失望了 好 然后这条要多读几遍 要多读几遍 好理解 我的意思是你要多读几遍 增加一下记忆 因为有时候偶尔会涉及到这些小案子 考点 说啊 总分包的安全管理关系 实行总包的项目 你的安全工只要总包负责 分包要服务总包的管理 总包对分包的安全生产责任有哪些呢 一 要审查分包的安全资格和安全生产保重体系 不应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分包房 二 要在分包合同中明确双方的安全责任和机会 就是要签安全责任书嘛 是不是 三 对分包房提出安全要求认真监督 检查 要体现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啊 四 对 违反安全规定冒险蛮干的分包方 要则定其停工整改 五 总包方要统计分包方的上方事故 按规上报 按合同约定协助处理事故 总包对分包的安全责任要逗读几遍 往后 特殊工种不要被不要记就简单的会识别就可以 你看到他就知道他属于特殊工种他需要执政上杆你会识别就可以了 比如说什么电工啊 汉工啊 架子工 四炉工 爆破机械操作工 集中工啊 这个这个包括信号指挥工等等 包括这个转机操作工 铲车司机等等 这些你一看到就知道他是特殊工种 他需要持证上杆 会识别就可以了 那么代岗转岗换岗职工 重新上岗前要安全培训合格防守上岗 看好了 代岗 比如说疫情我们在家里面停工了三个月 那再次上岗前手可能就生疏了嘛 所以我们要重新培训合格以后才能上岗 比如说转岗 你从A项目部转到B项目部 换了一个工作场地了 那不同的工作场地不同的工作环境 涉及到的危险性和隐患不一样啊 所以你去了新环境了 要进行经过安全培训 才能上岗 换岗 那比如说你本来是绑钢筋 然后呢让你去搬砖头了 那你岗位工作岗位变换了 这个时候不同的工作岗位可能有不同的风险 你得针对新的工作岗位进行安全培训 培训合格才能上岗 新员工要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新人啊 新员工 先经过公司培训以后下放到项目部 项目部培训合格以后再封面给班主 班主再培训是不是 这叫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设备管理这里没什么可讲的了 该讲的也讲过了 什么调机系统要经由资质的第三方 进行检验授 项目部根据现场条件设计设备管理机构 配备设备管理人员 设备出资单位应派驻设备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在现场 那么设备操作和维护人员必须要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考试科格 且取得相应的操作证后 持证上岗 而且做到定人定机定岗三定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调机 本来是A这个人在操作 在开这个调机的 A当然是持证上岗有证 B这个人也有证 那么B这个人虽然有调机证 你说B这个人 能不能马上就去开这个调机呢 不可以 理论上不可以 就叫定人定机定岗 这个调机 本来都是A这个人来开的 你B从来都没开过 虽然你有证 但是你盲目的去开的话 部分的设备 可能它的性能上 有点小差别是不是 你盲目的去开容易出事故 就这个意思 那么任何人不得违章作业 也不得违章指挥 设备要施工过程中 定期检查维修保养 好 应急医院 要制定应急医院的远念计划 综合医院和专项医院 每年至少组织远念一次 现场处置方案 就简单一点的这种 就要轻一点了 每半年组织一次远念 比如现场叠马火 灭火器碰两下子 照几个照片 是不是 这不就是现场处置方案了吗 它简单简面 所以严念的频率可以高一点 每半年严念一次 应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 落实应急指挥体系 应急戒员队伍 应急物资及装备 人员组织准备 物资设备的准备 是不是 并且呢 要定期的维护检测 实际处于使用状态 这些设备 这些物资 定期的维护检测 如果说发生事故了 我们好第一时间 投入应急救援 是不是 第九条要知道的 第九条要知道 主要你要知道 发生事故以后该怎么办 发生事故以后 大家都吓傻了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应对了 是不是 发生事故以后 两步走 一 救援 二报告 救援的过程中注意 你看启动应急 疫情应急救援 救援过程中 要注意保护现场 已变于日后的事故调查 如果非得移动位置的话 要体现拍照流程 那报告 事故报告 有专门的报告流程啊 它是事故现场人员 先发现事故的 事故现场人员 要立即向本单位的负责人 报告 是不是 事故现场人员 要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 报告 单位负责人 收到事故报告以后 应当在一小时之内 向当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和富有安全监督职责的部门 比如安监局向他报告 是不是 那么当地的政府主管部门 由线报到市 由市报到省 网上逐级上报的时候 是两小时之内逐级上报 就是事故报告的流程 发生事故以后怎么办 一救援 二报告 报告 明报官一小时 官报官两小时 是不是 好 安全检查 刚才我们讲了 是项目经理组织 安全检查 不是其他人 是项目经理组织 分为什么定期检查 市场性检查 专项检查 直接性检查 考试的时候 喜欢出一道选择题 请你区分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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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属于是专项检查 或者项目 哪一个属于是季节性检查 其实非常容易选 一看季节性检查 就是与季节直接关联的 比如说 夏天的防暑降温 或者防冻防滑 防暑 这个夏天的防暑降温 或者防暑中毒 防财防晋 比如冬天的防冻防滑 防跌 这些与季节直接相关的 叫季节性检查 那么专项检查 就是专业技术性比较强的 比如说什么高空追 什么安全防护 什么杠丝绳 什么施工用电 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 叫专项检查 很好取分 接下来我们看 明挖极坑安全事故预防 这里面是有暗地考虑的 好 首先 我们说 为什么极坑工程 或者隧道工程比较危险呢 因为它们容易发生坍塌 掩埋事故 那么极坑开挖的安全技术措施 怎么保证极坑施工过程中安全呢 一就是编坡 或者带知乎结构的话 就是知乎结构的确定 长口放坡开挖的话 就是编坡的确定 这里就是个小暗地考点了 过去考过好几次了 比如问你 这种长口放坡开挖的极坑 坡度依据什么来确定 你还用背吗 要拟解想一想 你看你在开挖这个坑 你说这个坡度你是放缓还是放抖 你是根据什么来定的 那肯定土质越差 坡度越要放缓嘛 所以根据土的分裂和力学指标 是不是 那肯定极坑挖的越深 越容易摊塌呀 你越是要把它放缓嘛 是不是 所以根据极坑的开挖深度也有关 这是长口放坡开挖的情况 坡度根据什么来确定 那如果是这种带知乎结构的极坑 我们怎么来选用知乎结构呢 确定知乎结构的话 也是根据土质有关 土质越松软 对知乎结构的要求就越高啊 也肯定跟开挖深度有关 极坑的深度越深 对知乎结构要求就越高啊 那比如说我们讲 重力是水移属藏墙 只能适用于深度不超7米的极坑 钢板装维护结构 适用于7到8米的深度 如果是地下的巨墙 就能适用于很深的深度了嘛 几十米都行 是不是啊 然后还根据地下水情况来确定知乎结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用知乎结构来兼做知水帷幕啊 所以有地下水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能不能利用维护结构 兼做知水帷幕 要考虑到维护结构是否有防水效果嘛 是不是啊 一想就明白了 那么后面这些极坑作为对方物品的规定 控制好边坡等等 这些都是自己读一读 自己读一读的 往后应急预案 那么对于极坑工程 你编辑预案 就针对一些重大风景员要编辑预案嘛 编辑预案能够减小事故发生的概率 防止事态恶化 减经事故和我 那么我们在极坑工程 这个应急预案编制 要配备足够的物资 什么袋装水泥 涂袋草包 临时的知乎材料 堵漏材料和设备 臭水器材 强险设备 然后定期演练 深极坑或者隧道过程 都要过程中监控量测 就是信息化时空嘛 监控量测 及早的发现坦达野蛮和破坏的征兆嘛 如果极坑即将坦达野蛮时 应以人身安全为第一要物 及早成敌 背景如果描述 极坑坦达的风险已经很明确了 即将坦达野蛮了 就不能再抢险了 要人身安全为第一要物 及早成敌 极坑回天 好 这个是重中之中了 维护结构渗漏 该如何处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暗地考点 说维护结构渗漏是极坑施工中常见的多发事故 它又常见又多发 所以考试就喜欢考它呀 你接下来具体就看 维护结构渗漏如何处理呢 重要的暗地考点 不能两方面 一是轻微的泄漏 二是严重的渗漏 如果是轻微的渗漏的话 就直接渗漏处 插入引流管引流 你看 在渗漏处插入引流管引流 管子四周用双块水泥分堵 等双块水泥养护性能强度了 咱们关闭导流管的发门 就堵住了嘛 就可以继续往下开挖了 是不是 第二种情况 如果渗漏比较严重 那你这种简单的插管导流 就堵不住了呀 这时候渗漏比较严重 就在坑内灰天土 坑外渗漏处往下打孔猪浆 打孔猪什么浆啊 打孔猪菌安指 或者水泥水玻璃 双叶浆 那么 其实菌安指用的很多 它效果也非常明显非常好 这样你坑内也堵住了 坑外也加固也堵住了 就可以继续往下开挖了嘛 那什么叫严重的渗漏啊 所谓严重的渗漏 就是渗水量比较大 或者渗出来的水是浑浊的 带水土流失的这种 叫严重的渗漏 这时候呢 我们清水渗漏怎么办 用什么材料冲击 严重渗漏怎么办 用什么材料冲击 也要基准 要基准 如果背景描述 你看见踢脚变形几个字 怎么冲击啊 坡顶泻鹤 坡脚压在坡面上增加内称 坡顶坡面坡脚三维一体 才去做事 如果你看到滑塔两个字了 尽可能的降低土中的水位 并坡领协和 加强为滑塔区域的监测和保护 严防事故继续扩大 实际上 只要出现一些事故隐患了 我们都要加密监测 都要加密监测 如果事故的征兆很明显了 就要连续监测 这个用词 这个语气在不断的这种强化 你看 如果基准坦达射稳的征兆很明显了 就不要再强险了 要以人身安全为第一要务 继续撤离 就是果断的回天图嘛 是不是 好 开发过程中低下管线的安全保护措施 这些是一些零碎的小安理考点 整个过程你要清楚是怎么弄的 你看啊 你总结一下 说 只要我们的事工影响到周围的建筑物购置物了 都要首先取得该建筑物购置物的主管部门 或者产权部门的配合同意嘛 你看开工前是不是建筑单位组织 召开一个调查配合会啊 就是请求这些产权单位 主管部门的配合同意 然后呢 我们还要制定对这些建筑物购置物 以及管线的加固措施或者保护措施啊 并且在施工过程中 还要设专人随时检查这些地上地下的建筑物购置物和管线 并维护这些加固设施嘛 如果战人检查过程中 发现我们的施工对这些建筑物管线造成破坏了 出现现场了嘛 就要通知他的官邸单位 或者产权单位人员到场配合抢修 这一连贯的这个过程能够顺起来 好 桥梁共产安全处计防 很少考到 20年呢 考个小案就很简单 这支架拆除的一些安全措施 很简单 简单贵一遍嘛 很少考到 装基础安全措施 预制装 陈屋装嘛 装的制作 那钢筋混凝组的装 那里有钢筋笼啊 钢筋加工场地要硬化 钢筋码放的时候 防锈石 防污染 防变形 然后呢 标石 标牌要齐全 整捆码度高度不超过两米 散放高度不超过1.2米 哎 我们这个钢筋码方的这个高度要求 你看包括钢筋笼的码方要求 是一样的 钢筋笼 码方高度也是不超两米 层数不超三米 实际上这个钢筋笼存放要求 跟管道存放要求是一样的呀 管道码方的时候也是高度不超两米 层数不超三层嘛 主要考虑这个圆形的东西会容易滚塌嘛 是不是 所以码方不能太高啊 好 气歌焊接作业 你得知道它属于是特种作业 那么 所以都要持终上岗呀 然后容易引发火灾 所以说要配备消防器材呀 周围身比类不得有一甲基保物品 然后 在作业过程中 要穿戴好安全劳保防护用品 这些基本的安全劳保防护用品 大家得会列举 你看比如说 汉积作业的话 什么防护面罩 防护手套 防护服 缺缘鞋 护目镜 什么高空作业的话 要系这个安全带是不是 这些基本的安全劳保防护用品 得会列举啊 图期作业现在要通风 好 雕桩 雕桩的话 要由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主持信号工指挥 信号工也要持终上岗的 构建的支点与雕点位置 要在同一条数字线上 构建的支点和上部的雕点位置 通常是在同一条数字线上的 好 刚才讲的是预制的陈书桩 现在我们讲线胶的灌乳桩 这个线胶的灌乳桩啊 如果是水上达桩的话 那你就要达设水上作业平台吗 水上作业平台的高层 是要高出时空之间 最高水位0.7米以上 这个数据 我们前面讲维烟的时候 给大家提醒过 我们说维烟的高度 是高出时空之间 最高水位0.5到0.7米 而如果是水上作业平台的话 应当去上线 高出最高水位至少0.7米以上 是不是 在钻孔的时候 由于这个钻机它比较高啊 你看钻机这么高 所以说不得在高烟线下施工 防止出电 哪怕附近只是普通的电力线路 施工中都要设专用线户 以确保钻机与电线的安全间距 符合下表的规定 比如说1到10千伏的电线电压 这时候呢 钻机与电线间距不小于6米 了解一下 钻机操作工要持正上岗 那么后面这些简单读一遍就行了 钻机进行中 职业人员要处于安全处 眼睛人员靠近或触摸 宣传的钻杆 钻机掀控时 下方眼睛有人 钻孔要连续作业 相邻装孔之间 进去小于5米时 要等零装和令图强度 达到五十八以后 放个钻镜 或者就建筑上 就是我们讲的跳孔施工啊 防止你得太近了 扰洞啊 承孔后或因故挺钻石 比如说这个孔钻好了 或者中间想停一下了 要把钻机拔出来 放在周围的地面上 钻机体质孔外 你如果把钻机挺放在空里面的话 时间太长了 万一孔壁滩滩了 会把钻头埋下去 拔不出来了 那么把钻机提质孔外 还要保持孔类 你一样面的高度 这样才能防止它孔啊 并且孔口要再去安心防处做事 孔口要采取安心防处措施 零边零口不畏嘛 是不是 冲抓钻或者冲击钻的时候 当钻头提质接近互通上口的时候 要减速拼往防止碰撞 所有的零边零口不畏 设湖南设警示牌 夜间设警示灯 温柱交注 那么一边交注啊 一边钢子绳是拴在刀管上面 转身指挥把刀管嘛 随着关注就转身指挥把刀管嘛 你比如说吊机 吊着钢子绳拔刀管 那么提升刀管的这个设备能力 要保证能够克服刀管和刀管的残留红凝土的自重 以及拔刀管的时候 你要想着刀管周围的红凝土 对刀管有一个什么 粘制阻力 要能够满足这些贺载 并且还要有一定的安全储备 那么你灌注的时候 刀管放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层位置呢 而这个漏斗放在什么样的高层位置呢 漏斗的高度 依据孔径孔深 刀管内径确定 我们想一个问题 当灌注刀管内径比较小的时候 是不是灌注比较困难 难灌是不是 容易容易卡色呀 这时候我们会想办法提高漏斗的高度 增加重力水冷 这样好惯一点嘛 就这个意思 好 人工挖孔装 人工挖孔装不带变质量方案 深度大等16米的话 还要专家认证 是不是 这些呢 什么空口设护栏 然后呢 护栏高度为 空身超过10米时 要有钻门线下送风的设备 等等 都现在自己读一读就行了 摩板支架 拱架 施工的安全措施 说摩板支架的大扯和差处证员 要持证上岗 我们称之为架子工嘛 它是特殊工种啊 要考持合和持证上岗 最终要穿戴安全脑袍 防护用品嘛 什么安全帽 安全带 防滑鞋等等 好 摩板支架 施工中不得超载 不得在支架上集中对方物料 那么这个 教授板 铺设 铺满 铺吻 作业平台下面设水平安全网 严谨在教授架上面 拴缆风绳 加塞混凝土 泵等设备 教授架 打扎完成后 与木板支架一起 一线之合格 形成记录 方可交付使用 我们 20年就考到这一段 就是用你木板支架 小支架拆除物 并采取哪些安全措施嘛 这个就是不看书 你也能写出来一二三 你说你拆除木板支架 要采取什么安全措施啊 首先 现场是高空追悟 有危险 要封闭管理 是不是 所以要是作业区 警示标志 专上职手嘛 非作业人员 研究室内 然后拆除时 要专上指挥嘛 拆除要变据方案 超过一定规模的 专下认证 然后自上了一下 出增拆除 严精上下同时作业 严精立体交叉作业嘛 严精敲打 严精抛制 拆除或者这些配件 什么的叫分类 马方整齐 是不是 像安顶镜考试就几乎 像这些管理部分内容 几乎就涉及不到 去年考了一个 像安顶镜技术部分的 有关的调点 实际上是通用性的 只要带有顶镜设备的 几乎都是雷同的 这些呢 自己可够读一读 自己可够读一读了 那么 要想往铁路线下面顶进 要先把铁路线加固啊 小心翔寒 调火梁 鬼出梁加固 大型翔寒 就加固要求高一点嘛 是不是 恒梁加盖 纵化梁加固 旧桥拆除的安全措施 首先拆除单位 要有相应的资质 有爆破 或者拆除专业的资质 那么拆除作业危险啊 所以现场就要封闭关机啊 印制封闭围挡 设置 醒目的警示标志 围挡高度不低于2.5米 非施工人员 严谨入内 这个高度啊 我们前面讲到现场管理的时候 现场的这个围栏 或者湖栏的高度 是郊区不低于1.8米 时区不低于2.5米 但是你想 现在是拆除作业 是高空坠物 更危险 所以也甭管什么郊区 时区了 只要是拆除作业 危险高度都不低于2.5米 拆除工程 必须要制定 生产安全和环保方案 并制定应急救援医院 现场的重大风险员 都要制定应急医院的啊 拆除是由上而下注射再出 严谨立体交叉作业 后面拆除 说啊 施工单位与建制单位 在签订拆除合同时 要签订安全管理协议 明确顺风的安全责任 往后直接翻 人工拆除 实际上你想一想 考试如果考大题目 他怎么会考人工拆除呢 太低端了嘛 是不是啊 我们国家这个设备化 职业能力这么强 简单看一下 人工拆除的时候 从上往下注射再出 风断进行 度得垂直交叉作业 作业面的恐龙要封闭 拆除当土墙时 眼睛掏绝或推倒 从上往下注射再出 桥梁的栏杆楼梯楼板等构建的拆除 要与结构整体拆除的进度相匹配 不得先行拆除 啥意思啊 比如你拆除这段桥梁了 你就把这段的栏杆拆除掉 剩下栏杆你不要动 它还要对人员起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作用 是不是啊 如果你拆除这个桥梁的桥墩的话 你把上面这些护栏呀 两板拆除掉以后才能拆除这个桥墩 要把它所承载的全部构建都卸在拆除 以后才能拆除这些承重构建 拆除管道容器的时候 必须要先查清楚里面残留物的性质 尤其是一些密闭式的容器 如果里面有些可燃物质的话 经常会发生一些爆炸事故 因为有的时候用气割切割 收热以后里面会收热 急剧膨胀会爆炸的 好 机械拆除 机械拆除要先拆除附属设施 挂件护栏 你看机械拆除就很利索了 它不像人工拆除 它不能先把挂栏给它拆除掉 不能把护栏先拆除掉 它要起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作用 是不是啊 与整体进度拆除相匹配 机械拆除的话 严禁抄在作业或任意扩大使用范围 供机械设备使用的场地 必须保证足够的承载力 作业中不得同时回转行走 严禁向下抛制 这条话虽然重要 双击台调的要求 双击台调的要求啊 里面分为五个小细节 你看啊 像这种双击台调 要选择性能相似的起重机 两台调机性能相似 然后每台调机都有足够的安全储备嘛 然后低调都得要试调 两台调机始终要同步作业 两台调机的滑轮组都要保持垂直状态 这是双击台调 这五个小细节你要注意 我们前面技术部分 桥梁工程上部几个施工 讲到装配式两板施工的时候 两板安装的方法有三种 请你告诉我 两板安装有哪三种方法 根据设备的不同 谁能记住了 告我讲 谁能记住了 请你告我讲 两板安装的话 两板安装的话 根据施工机械的不同 有三种方法 一 起重机架梁法 就是这样用双击台调 它不就是起重机架梁法吗 二 跨蹲龙梦雕 三 穿向式架桥机 是不是 好 这里就讲的是 起重机架梁法 如果用到双击台调的话 这五个小细节 你要注意 拆除钢梁的时候 必须采用绳索将其栓牢 待起重机雕吻后 方可进行 弃焊 切割作业 爆破拆除 爆破很危险 所以说 这个审查非常严格 你看 爆破的设计 包括爆破的施工人员 都得要执政香港 使用爆炸物品 要由爆炸物品 使用许可证 购买要有购买许可证 运输要有运输许可证 存放的话 应是保管地点 也要经当地法令部门批准 然后 一燃一爆 驱途物品 严禁与其他物品 混存混放 是不是 安全技术管理 在大雨大雪 六级以上大风 等严重影响安全施工时 严禁进行拆除作业 那么 第八条 稍微注意一下 动火作业 这个流程 要有一个动火审批手续 允许动火证后 方可在指定的时间 指定的地点动火作业 作业时 配专人监护 最后必须确认 无火炎危险后 方可离开作业地点 拆除工程施工时 遇到亦然可然保温材料时 严禁明火作业 好 文明事故管理 其实这些内容 它偶尔是可以考一考 但是呢 但是基本上前面都讲过了 比如我们前面讲到 讲到现场环节的 这个防 环保的时候 现场环节的防 防大气污染 防固体飞机污染 都有讲到吗 是不是 你看 运输杀土的质量要封闭 什么覆盖封闭密闭 是不是 然后拆除是高空坠物 要对地下的管线 检查警做特殊的保护嘛 是不是 那么拆除的话 要向被拆除的部位洒水 防洋城啊 采用低噪声的设备 拆除完整以后 及时将杂土轻盈出场